當然 一個不一樣的造型 有人會喜歡 有人不喜歡 是很正常 我都接受 我都接受 但是真的 自己保養跟心態是很重要 我真的沒拉皮啊 我也沒埋線 今天又來沾沾喜氣 那先祝大家冬至快樂 跟 今天要講一下新郎嗎 新郎 新娘 好的 宇峰從以前拍戲就認識 後來西峰又拍了《環境》 所以我就認識她了 其實那個時候 我們一塊吃飯 她就介紹 這是她女朋友 那個時候不是很正式 第一次 再來沒多久 她們就結婚 然後有了小孩 這好快喔 那在這裡祝福她 我覺得她們倆非常棒 就是滿滿的愛 然後再來有了這個 這個 女兒之後 哇 那個真的是非常幸福美滿 要一直 幸福美滿下去 所以今天什麼包應該給分量很大 還好來的心意比較重要 對 祝她們就是要幸福 幸福 幸福 對 非常謝謝大家反應那麼大 也謝謝很多的朋友能接受 台灣熊獸 上雨的時候來一點不一樣的變化 就是怕大家看膩了 而且我接受度也非常非常高 我很願意接受不同的挑戰 但唯一比較不能接受 就是如果要我扮演那種搖滾 重金屬 那我就不行了 那你說啊 漂亮了妹啊 因為怎麼辦 我也年輕漂亮過 現在不管年紀怎麼樣 心態還是覺得還是很年輕 是比較重要 當然 一個不一樣的造型 有人會喜歡 有人不喜歡 是很正常 我都接受 我都接受 但是真的 自己保養跟心態是很重要 依免是現在的科技 你好好的用它 其實那是很正面 也沒什麼不好 但是 我真的沒拉皮啊 我也沒埋線 對 就是 當然現在拍照都會有一些 可能就是濾鏡啊 或是說微調 但基本的框架是不會差太多吧 你想想看我本人會差 一模一樣 你怎麼那麼甜 真的 就是說可以稍微 比如說我們叫做微整 微調 或是你照片當中的微調 我覺得是可以的 只要不要就是 對 我也不知道耶 對 就是每一個人都接受度啦 我是接受度還蠻高的 但不希望是很失真 但大方向 真的 看本人應該不會落差很大啦 會有一點落差 但我相信那種 心情啊 還有自己吃東西啊 因為我從來不吃甜的 然後我又很喜歡流汗 我又很喜歡曬太陽 那當然如果 有的時候朋友聚會的 通話多了一點 但是如果 我第二天要公眾會幹嘛 我就不會有通話了 所以你要去節制 你要去看 並不是說都不可以吃 並不是說你都不可以小酌 可以 你可以自己去拿捏 不要影響到你正常的生活 我覺得這比較重要 放鬆聚餐小酌沒關係吧 那美鳳姐看到有人這樣質疑 會不會覺得有影響到心情嗎 不會不會 完全不會 都不會 我只能說能引起這樣的討論 這也是我的榮幸 因為 當人家不討論你的時候 就要自我檢討 那當然也要謝謝造型師的協助 才能夠讓我每次會有一些不一樣 沒有他們就沒有我 常常讓大家覺得 我很不錯啦什麼 沒有他們就不行 所以 都是天使地利的配合啦 非常重要 因為他們的專業 再加上我願意嘗試 所以我就繼續 美鳳姐今天來那個婚宴吃大餐 回去要努力多久啊 其實 其實吃大餐 大餐是 他的菜會很多 但不見得我每樣都會吃到很多很多 然後呢 吃大餐的第二天 或是之前 我會讓自己身體多熱一點 流一點汗 然後多喝水 我會有個習慣我都會帶個水 我會吃飯以前 我就會多喝水 喝酒更要多喝水 美鳳姐 那你大概多久做一次醫院 你像 通行電波 每一個人的體質 什麼 有人是可能半年八個月 我是一年 去年到 一年應該 應該可以再進場保養 那就是 有人是八個月 或是有人是一年多 都還OK 看每一個人的狀況吧 他最 最好的就是 讓我 不會因為這樣 我第二天沒辦法工作 我以為怎麼樣 我覺得都還好 然後再加上 有一些微調 真的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 當你努力工作 你就要努力愛自己啊 對我來講是OK的 那至於有人 有一些說法我都接受 我都接受 謝謝你們的討論 會不會真的想說 改天真的組一個女團 真的出道看看 可以吧 心梅姐一起啊 對啊 就兩個 兩個一起 對啊 在去年 我就跟他兩個 一個小小組團 在民視的過年 特別節目 有嘗試過就好 應該不會 你網友都很像 那個Lisa 去跳風華秀的那個造型 我倍感榮幸欸 真的超開心 只要大家不嫌棄 能接受 我真的超開心 因為他是這麼優秀 他深情各方面 又年輕當然是最大的本錢 我覺得 比以前這樣我覺得 與有榮焉 很開心 那這個造型的時候 有立刻答應 還是有偵察一下 為什麼這麼特別 那個時候 是我建議老闆 我建議 我說 我們就是平常 你的妝跟你的衣服好 但是別忘了 頭髮很重要 你頭髮是扁扁的 你的妝 你的精神都提不起來 而且現在是不一樣了 是一個 你可以再玩顏色的 很多人就會染的 整個都什麼 我們可以不用染 但我可以享受到 那種不一樣的感覺 那就是假髮 那現在假髮又做得那麼好 就自己戴就可以 像我這個也是自己戴的 結果還OK 真的也沒 是不是 對啊你條件那麼好 頭髮那麼多 我都如果頭髮沒那麼多 沒時間整理 對對對 你是最真有假髮 然後他顏色也是很好看 但是如果不能降染的人 上班有些人不行的話 你就可以用戴假髮 有時候過癮一下也OK 對啊 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 沈美鳳 也做出回應 非常謝謝大家反應 那麼大 也謝謝很多的朋友 能接受 台灣熊獸 有時候來點不一樣的變化 就是怕大家看膩了 而且我接受度也非常非常高 沈美鳳大方接受網友們的正反意見 對於負面言論 笑說心情不會受到影響 透露自己接受度很高 並且接受不同造型的挑戰 唯獨無法駕馭的是搖滾重金屬風格 而出席婚禮的賓客 包括演員陳允峰 以及葉佳瑜等人 也都到場給新人滿滿祝福 東南新聞 李宇強 SQ小組台北報導